今天我们说个又可喜又好笑的事情 美国威胁要公布中国官员的在美国的资产 我一看到这个消息 脑子里第一个画面就是西红柿首富里面 魏祥的经典镜头 一言为定 双喜临门 我真的困惑了 你要说盎撒人不了解中国 还可以理解 可是还有那么多二鬼子 还有高华公知们 他们也不给自己的主子出点好主意 一时间竟然搞不清 他们到底是汉奸还是卧底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法案 9月9号 美国的众议院密集通过了25个反华的议案 其中有一个 台湾冲突吓阻法案 该法案由众议员叫法兰西希尔 和民主党的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 他是在2023年的1月份提出的 现在终于在中医院通过了 贺阻法案搞笑断脑 它的主要内容是 如果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发起攻击 美国将通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 及其家属的资产 切断他们和美国金融机构的联系 这些经济手段来实施反制 法案通过之后 美国的财政部将被要求在特定的情况下 向国会报告中国高官的资金的持有情况 以及这些资金是如何获得的 然后禁止美国的金融机构 与这些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进行重大的交易 当然有特殊例外是允许的 这个法案确实能把很多的高官吓得瑟瑟发动 但是如果让中国的广大老百姓表态的话 相信大家跟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言为定双喜临门 就像这种有喜剧效果的法案 咱们不能一笑了之 我们要分析一下 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会出台这种类型的法案呢 如果我们简单的说 美国还是对中国不了解 就那样好像是说不过去的 比如说这次的台湾合作法案 美国人以为吓住中国众多的贪官 好像他们就能够阻止最高层解决台湾问题似的 就是任何一个中国老百姓都觉得很可笑 我们承认中国确实有很多贪官 他们也确实能够阻止一些局部的动议 比如说阻止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 但是在全局的方面 贪官是没有胆量和能力的 中国的贪官和他们的家属 凭什么能贪到钱呢 凭你长得好看 这不可能吧 中国的贪官有个特点 那就是首先 那你得有点政绩和能力吧 光有关系还是不行的 有关系 我给你提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你没有能力干好啊 那你的后台也不敢再提拔你了 最多你就在这个位置上退休啊 没准呢 还得降级呢 对吧 这就是中国的官场 政绩和能力才是更高位置和权力的基础啊 有了更高的位置和权力 那你才能贪得更多呀 能够达到在美国有一定资产的程度 首先你看这些贪官们 肯定都是有一定的政绩的 他可并不是纯靠着关系起来的贩统门呢 那你的政绩从哪来啊 肯定是和中央的路线高度一致 这才得来的 对吧 你如果和中央的路线不一致 那你那叫能力越大越反东啊 这你还想谈政绩 你疯了吧 对吧 就这些摆在明面上的现实啊 就说明了 想要靠威胁贪官们来阻止最高层的决策 是件多么可笑的想法 那么中国官场的现实 难道美国人不知道吗 我想啊 他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还是挡不住 他们的主观认知啊 美国人一贯的认知就是 中国是割裂的 政府和人民是割裂的 军队和人民割裂 甚至中央和地方啊 割裂 其实他们有这种想法不奇怪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样 整个国家他都是割裂的 你看 美国是联邦管不了州啊 州长管不了市长啊 军队警察和平民 他是对立的关系 所以呢 他的潜意识里本能的就认为 哎 中国也是这样的 我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前几天 美国费了老大的劲了 就促成了中美战区之间的对话 其实这种对话呀 是多余的 你看沙利文访华 高层什么态度 已经给他讲得很明白了 外交部记者会 多次答记者问 那中国政府对于相关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都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美国呢 还是想更深的去了解一下 中国军方的想法 你说这不是搞笑吗 难道军队的想法 会和中央有什么不一样吗 但是美国呢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认为啊 军队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也许呢 会在执行高层命令的时候 会有机可乘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 咱比如说啊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卸任的时候啊 那个混乱的期间呢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勒 就给中国打电话了 说 如果说川普有什么意外的命令 军队不会执行的 而且他会提前打招呼 希望呢 咱们不要误判 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正面表扬米勒啊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 但是 也从侧面说明了 在美国军方是可以不执行 三军总司令的命令的 以己夺人嘛 美军其实也是想要了解一下 中国的同行在这方面有没有共同语言呢 当然了 结果肯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中国的军队啊 跟美国军队有本质性的不同 你看美国军队如果救灾的话 它是要带枪的 而解放军去救灾肯定是不会带武器的 让我们把话题啊 重新拉回到这个法案上啊 其实我觉得吧 美国没有必要再附加一个钳制条件 你直接公布中国贪官在美资产就好了 不用等到武力去收复台湾了 因为这个钳制条件呢 大概率满足不了 现在的形势啊 就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如果真想要武力的去解决台湾问题啊 大概率已经不再考虑登陆台湾本岛了 台湾是中国领土啊 你打烂呢 不还在自己受损是重建吗 实在是划不来啊 极有可能啊 是直扑琉球 先把琉球群岛拿下来 打琉球啊 比直接攻击台湾岛 性价比要高得多了 一来 琉球群岛在法理上可并不属于日本领土啊 而是二战之后战胜国的托管地 美国可以托管 那中国同样也有权利托管 中国实控 并且驻军琉球 这完全符合二战后的国际法 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二来 琉球有大量的美军基地和驻军啊 既然都摊牌了 那打狗 还不如直接打狗鼠人得了 一次性解决问题 第三 拿下琉球 台湾岛自然就瓜熟地落了 除了南边的巴士海峡 台岛三面被围 什么叫围三却一啊 那这就叫围三却一呗 围着嘛 围上个几年十几年呢 台湾自然就回归了 这比打个稀巴烂 那要强得多了啊 我觉得呢 应该是这一种解决方案 要不然的话 中国海军呢 这十年期间 新下水的吨位有160万吨 而整个北约把美国去掉 所有国家的海军总吨位 你加到一块都不到160万吨 而且呢 在未来的几年吧 我们还有100万吨的各种舰值要下水啊 难道这就为了一个台湾岛 它配得上这样的吨位吗 所以啊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弯弯贺阻法案啊 加了个钳制条件 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次一举 我们大声呼吁美国啊 你现在直接 你直接公布啊 公布的越详细越好 我虽然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吧 但是我相信啊 中国人民会感谢你的 而且是由衷地感谢美国呀